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上午的国际医疗品质大师的论坛 那首先我们邀请台湾医疗品质协会的理事长 郑少宇教授开场致指 郑教授请 欢迎来到我们国立台湾大学教授护理协会的同华新教授 以及我们台湾医疗品质协会的各位学院 还有就是我们护理 台湾护理 台湾专科护理协会的蔡秀兰理事长 台湾麻醉专科护理协会的杨慧如理事长 以及我们黄伟春这个台湾心脏急救家户的理事长 黄伟春 国立台湾医疗品质协会的杨慧如理事长 以及我们美合科技 普英科技大学的常务理事 黄叶慧芳助理教授 还有我们 THQA的台湾医疗品质协会的秘书长张旺昌主任 以及国会的林伟辰委员 今天也非常辛苦他来安排这个活动 同时我们也欢迎国会的技术进委员 以及各位在座的300多位的线上的一个 我们医疗品质的以及护理学会的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在一个小时未来一个小时之内 非常精彩的这个集办 有关于这个健康照护其中的角色 进阶护理尤其是有谈到麻醉品质上的一个 结果分析跟麻醉护理专科护理师的成功经验分享 我们今天很高兴大家参与 那我们邀请这个台湾专科护理学会的 这个蔡惠芳常务理事致辞 大家好 我是福音科技大学叶惠芳老师 那很高兴跟很荣幸接受学会的邀请 参加这场演习会 谢谢 杨律师长 我是杨慧如 杨律师长请 是很高兴接受林理事长的一个邀请 让我们台湾麻醉专科护理学会 有机会参与这场会议 那我相信今天的演讲安排的非常精彩 希望大家收获满满 谢谢 谢谢杨律师长 那我是国会的主委 那今天很感谢包括台湾医疗品质协会 台湾专科护理学会 跟麻醉专科护理学会 和这个中华民国重症医学会 跟急救教育学会 以及心理总裁学会 福音科大跟高雄总联合来做举办 台湾医疗品质协会 在国会持续推动医疗品质 图书馆大师的系列 邀请包括美国 还有这个新加坡 韩国 马来西亚 和这个包括 美国 阿佛跟这个爱尔兰 跟英国 英国的一个护理师 还有澳洲的护理师 以及德国 还有包括美国的干燃病专家 进行COVID-19相关系列的演讲 也包括美国纽约的陈医师 和张医师 还有这个英国回来的叶医师 做一系列的照护的分享 那我们也针对AI课程邀请 台湾跟美国的专家来做对话 也包括邀请在John Hopkins的叶医师 来做COVID-19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邀请韩国的专家 还有南非麻醉的一个专家 来做相关的一个品质 大师的分享 那下礼拜四 我们会在网路上 与韩国的专家进行COVID-19 AMI Care的一个论坛 那在月底8月28 我们邀请到香港的专家 进行中医品质的照护的论坛 欢迎大家上线 那在年底12月18号19号 我们跟这个中正学会 在Best of SCCM里面有相关的论坛 欢迎大家参加 那陆陆续续国合会 也举办了20场一个大师的系列 那未来也会有8场 也包括主办师体的一个研讨会 希望很快我们可以面对面的一个交流 那我们也推荐55场课程邀请 包括来自35个国家 174个为专家来做现场的一个分享 线上的分享 那今天很高兴感谢这个林伟辰委员 那有林伟辰医师介绍 这个我们美国的贵宾 目前已经在线上 Professor O. Tony 那接下来会有杨理事长做这个 discussion 那最后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国会委员 就是继俗进副院长做closing 那接下来我们第一个演讲者 是来自国立阳明交通大学 副理学院的童恒心教授 那童教授本身经历相当丰富 那他在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进修美国护理管理跟家庭医学 专科护理学的硕士 那之后到这个University of San Diego 进修美国的护理博士 然后他也是非常的向学 那到了这个University of Peace 就是今天的美国的讲师的单位 进修美国护理食物博士DMP的学位 那本身也获奖无数 包括获得在大学是在长庚大学 获得杰出的校友的肯定 也包括获得总统辈的一个卓越的团队 那本身目前已经发表109篇论文 包括心脏血管 胸腔护理 高龄护理 还有慢性病内瓦克护理 以及专科护理师和护理专业发展 相关的论文 那目前呢 是担任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系的主任 也担任过代理的院长 护理学院代理院长 之前也在台北护理健康大学 担任过教授以及这个教务处的一个副教务长 那本身在服务方面也在台湾专科护理师学会 台湾远距健康测经会 还有整合照务学会和心脏胸腔护理学会 以及肌症管理学会 担任李建市以及主委的相关的工作 也担任副理师长的工作 那接下来呢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佟教授呢 帮我们分享一下 在专科护理师照护品质结果的分析的一个演讲 我们欢迎佟教授 谢谢 谢谢学会的邀请 还有大家早安 那各位长官嘉宾余慧的同仁 Hi John, nice to see you online I will deliver my talk in Mandarin because most of the audience we speak Mandarin but my powerpoint is in English so you can follow us 那接下来的演讲呢 我会用中文 那也比较亲切 那我本身也是从小到大都在台湾长大 那为了方便这样跟上我们 所以我的PPT使用英文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我看那个schedule我好紧张 我的演讲是到10点15分 那只剩下5分钟 我会快马加鞭的 把重点告诉大家 那请单位帮我移到下一张 那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的online是这样 那就是变成说平均大概一张slide 大概30秒 看能不能把它给就是重点讲完 那首先会提一下为什么APRN 就是进阶护理师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再来非常简短的用一张所谓的前言 介绍一下NP在美国的一个角色 因为这个是国际上呢 已经被认可 那很多国家都有 那会非常简短的介绍 那中间的部分比较重要 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品质的 这个outcome analysis 那最后目前台湾的状况 那下一张 那第一个跟大家提一下 为什么专科护理师 那为什么呢 进阶护理师 其实护理师也是一样 为什么在健康照护体系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的贡献 因为我们的价值 那为什么提到outcome analysis的重点是 我们知道我们是重要的角色 我们知道我们是关键的角色 我们知道我们是品质照护的一个contributor 可是怎么证明 outcome analysis来证明 数据会说话 所以到下一张 那所以美国也是运用这个方式 其实大概在1985年的时候 学会才成立 美国的学会才成立 那目前呢 简短来说就是已经有32万个 那每年呢 也会有三万六千的 这个NP的新生生力军 在进入这个职场 那目前的薪资也是相当的高 那这一位为什么有一个相片特别提出呢 在发展史非常重要 就是说我们要有很好的贡献 那第一线的临床的这个功能是最重要的 那除了这个clinical的competency 其实它还包含了很多更重要的一个competency 就是例如也要会做这个品质来证明自己的贡献 来证明自己关键的角色 那这一位历史性的人物 NP的这一位大佬在美国呢 其实是1920年出生 换句话来说呢 其实他目前已经101岁 那也都去年他有在演讲 那下一张 那下一张我们就来提一下 目前呢 终整这个美国的 他所有的outcome analysis 专门是针对NP 不是针对其他人员 那这个AAMP学会已经帮我们整理好了 在2021年是蛮update的 他整理的30篇original study 12篇system review 那重点就在这几个字 NP提供了很好的outcome NP提供了high quality of care NP提供的是安全 有效 patient center 而且efficient 有效果 也有效率 而且安全 而且具有evident base 减少了不需要的readmission rate 减少了可以prevent hospitalization 增加了病人的满意度 减少了不需要的急诊visit 那所以这个都是已经有数据证明的下一张 那outcome的measure呢 比较重要的是必须跟我们的daily practice有关 那比较重要的呢 是要跟病人的patient care有关 而且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单位 就是比如说你的职场是医院 他重视的是什么 这个非常重要 像美国有些分析 甚至是财务分析 我higherNP 我帮医院 其实医院不是多付出薪水 而是在这个框架之下 提升了护理品质之外 也在成本上做了很好的运用 然后最后呢 就是我们这些品质指标呢 必须是跟我们的角色功能有关 再下一张 那非常简短的来跟大家分享 必须用这个smart的这一个方式 你才能界定好一个好的outcome measure 包含呢 需要具体可测量 适切而且合理 然后时间上的管理也很重要 下一张 那再来呢 用剩下的非常简短的时间 介绍一下目前台湾的状况 下一张 那我想这个我就不多说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APM在国际上有四个角色 那台湾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把NA 就是所谓的麻护呢 我们去年归类到NP 归类到妆科护理师 去年 再下一张 那台湾呢 那台湾呢 目前outcome analysis 还在发展当中 那也很鼓励 目前线上的听众们 还有我们专科护理师们 还有我们医院的主管们 医师们 还有伙伴们 其实我们可以为自己发声 多做一些outcome analysis 那这一篇是台湾的 也是我们台湾的专科护理师做的 他是在一个社区级的医院 做这个outcome analysis 下一张 那我就讲重点 他是运用所谓的住院才会引发的condition 我们叫Hex 然后再来呢 还有平和呢 360度的满意度 下一张 那所以在这个结果的部分呢 他呈现的就是说 不亚于住院医师在各方面的指标 下一张 那比较重要的 刚刚看到的outcome 叫Hex Hospital Acquired Condition 事实上呢 NP也做出非常好的品质 那从数据看来呢 一样也提供相当于住院医师 一样好的品质 下一张 那所以呢 这一个文章呢 还有这个evidence 提供了一个重点 Value of the nurse practitioner care in Taiwan 在台湾呢 专科护理师 这个贡献是要有目共睹的 再下一张 那这一张呢 是由我们学会的 NP学会的理事长 那他带领他的团队 那这一盘的重点呢 有两个keyword 一个是organization support 一个是outcome in NP 那他的重点在于呢 如果组织医院 比较support NP的发展 那其实这牵动着病人的outcome 跟品质 下一张 所以呢 希望在这简短的八分钟 我的演讲 八分钟在这边结束 就是take home points 比较重要 就刚刚提到的几点 下一张 那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email给我 那因为时间非常的精辟很短 那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比较把比较多的时间呢 留给我们的贵宾John 来介绍这个成功经验 那我在这边分享结束 谢谢 我们谢谢我们佟教授啊 为我们的精辟讲解一下 台湾的一些目前的这些状况 那我就代表学员 我是台湾护理学会理事会方 我就代表学员 线上学员们啊 请叫一个老师可以吗 好 请说 那因为我们在整个专师训练在台湾啊 是一个很 都是以医院为基础的一个训练模式 那在训练医院里面 凭借里面有提到 就是专师在职业中啊 需要建立一些品质指标 老师是不是可以给 给线上的一些专师啊 一些建立 台湾专科务理事在医院职业当中的 品质指标的一个方向 谢谢 那非常 谢谢惠芳的提问 那很简短的跟大家分享 至于这个outcoming indicator 第一个最主要 呃我想回到病人安全 再回到patient center 再回到跟NP有关 然后再跟医院specific 那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刚才像啊 我们当地的专科护理师做的研究 HACS是有相关的 再来其实我们呃 在法律的规范下 有一些会担心说我这个指标呢 是不是呃 跟我们scope of practice有抵触等等的 那如果一开始 其实回到病人中心就是满意度 还有peer review 那我想啊 可以从这个两个面向下去看 一个是非常客观的 那另外一个 其实病人的满意度也是很重要的 那在啊我们当地的研究 目前啊 刚刚刚分享的 他病人满意度也是非常高的 那就在这边做一个说明 谢谢 各位专家学者早安 我是阮忠和另外陈医师 也是台湾医疗品质学会国会的委员 那下一个阶段 我们将邀请美国的John O'Donnell博士 来跟家分享一下一些进阶护理师 在整个招呼体系里面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那John O'Donnell博士 他本身也是美国披士堡大学麻醉系的一个教授 以及系主任 也是整个麻醉护理program的一个负责人 那他本身其实获奖无数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他来分享的主题 是有关于麻醉护理师的一些成功经验分享 好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begin the second section of today's program I'm Wei Chen Lin and I'm a cardiologist from the Rennes General Hospital It's my honor to introduce our next speaker Dr.John O'Donnell Dr.John O'Donnell is professor and the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nurse anesthesia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nurse anesthesia program he's also the associate director at the winter institute for simulation education and the co-chairs the wiser research committee Dr.O'Donnell has received numerous honor and awards includes the peace chancellor distinguished teaching award and the Pittsburgh magazine nursing educator of the year and it's our honor to invite him to our program to share the experience of the crucial role of APRN in healthcare delivery system and the topic today is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nurse anesthesia role using outcome analysis and let's welcome Dr.John O'Donnell Dr.John, please Thank you so much Dr. Lin and thank you Dr.Tung and all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for inviting me is my great honor to the participants I say and I wish all of my friends in Taiwan a hello and I wish that I could come and visit you hopefully soon as Dr.Lin said I will talk about the success of the nurse anesthesia role in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three main objectives I will talk first a little bit about the history because I don't think it's easy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he nurse anesthetist in the United States unless you understand where we came from secondly I'll discuss the current state of education and practice and then finally I will do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looking at the outcomes of nurse anesthesia practice I will do a very short summary summary firs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what we will do next how do we do this talk first very simple 介绍麻糊 in the United States second we will talk about 麻糊 in the U.S. next nurse anesthetists have been practic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more than 160 years with the first nurses providing anesthesia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many of the great battles here we see Catherine Lawrence talking about her delivery of anesthesia she tied arteries and administered the anesthetic chloroform 那麻糊呢 其实历史久远已经超过160年 在第二次的这一个战役里面呢 也做了非常一个重要的麻醉的工作呢 她除了缝合血管呢也提供麻醉 next these nurses had very little formal training in anesthesia and so the first individuals who had training were nuns they also were nurses and the benefit to the surgical team was that they were not paid but they kept very very good records and so they would write down everything about their patient and the surgery and keep records and in my very state in Pennsylvania which is where Pittsburgh is the very first nurse anesthetist practiced 那在这边介绍呢 历史当中呢 第一位麻糊训练的专家呢 其实是修女 那同时也是护理人员 那最重要的是她提供的照护 非常的有品质 而且是免费的 那目前在麻州的这个历史当中呢 她们也是非常首要的一位麻糊 next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 nurse anesthetist named Alice Maga who was called the mother of anesthesia by the founder of the famous Mayo Clinic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vided anesthetics this was at a time when the death rate for anesthesia was somewhere between 1 in 10 and 1 in 100 patients she published a series in 1906 of her cases and there were 14,000 anesthetics in a row without a death and this was the first example of the patient safety of the nurse anesthetist 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享 有关于国母 麻糊的国母呢 在美国 她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原本在1906年的时候呢 死亡率高达 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 但她做了 各十百千万 那一万四千个 case呢 那没有一个死亡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分析 next Moving forward about 30 years in 1931 another famous nurse anesthetist Agatha Hudgens founded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Nurse Anesthetists she was a famous educator she was a famous clinician and she established educational quality standards that we still use to some degree today this organization that she founded became what is now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Nurse Anesthetists 再来很重要一位的人物 跟各位介绍 他本身呢 是启动麻糊 学会呢 在美国的一个 历史重要人物 另外比较重要的呢 他用的品质指标 现在部分还在产用 而且呢 他目前呢 还是一位很有名的教育家 next in 1940 these standards became the professional guidelines for all education and we can see on the left-hand column the course of study the degree the number of cases that the anesthesia providers had to deliver in school and then the clock hours and in 1940 it was four months in 2022 for every anesthesia program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will be 36 months the first anesthetist received a certificate and then by 2022 doctoral preparation only go ahead Dr. Tong 比较重要 在表上写很清楚 我就不再赘述 比较值得大家注意的是 未来 2022 年 全部都是要DMP degree next you can also see that the cases were 250 versus 650 now and the clock hours were 75 so not very much classroom time compared to the minimum of 450 but most programs are like mine and have more like 1260 hours 那再来最大的差异 就是我们要的 case量 原本1940年 只有250 到2022年 到650 那另外一个 就是课试的时间 然后最下面 比较重要的是 在实习的部分呢 它的量 是非常大的 那就 如我们上面的PPT呈现 next moving forward about 50 years we see that in 1998 we required graduate level education for all nurse anesthetists 1998年 是规范要硕士学位 next this degree was a master's degree and now I'll discuss the current state of nurse anesthesia education and practice 再来继续 第二个讲题呢 比较重要的 就是目前职业的状况 跟教育 next moving forward from 1998 to 2007 so approximately approximately a 10 year period we move from the master's degree to the doctoral degree and we made the decision in 2007 to have the degree in 2009 we formally adopted it and made the rule that no stud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may enter a master's level program after 2022 everything must be doctoral next for those students who are not at the doctoral level they will be allowed to continue to practice through a process state by state called grandfathering which means that your credentials that you have you can continue to practice in the state next next we can see here three different colors the green is the total number of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represented on this top line and you can see that there are 124 programs right now with about 2,500 students per year which means there are about 7,500 students total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ry year next the red line represents the increase in the doctoral programs and the blue line is showing us that yes indeed the master's programs are closing we can see here some of the key points in time notice that in 1976 all of the programs were run by hospitals so that the students went to the hospital and learned on the job that actually there are a lot of history the first is all in 1976 in 1990 the programs closed and joined together and so they became bigger when the education moved to the university that also 1990 is back to education and and as you can see once the programs in 1998 became graduate level the number of programs again started to increase to the 124 programs that we have today I thought I would present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RN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a total and this is th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membership and that is approximately 90% of all CRNAs there are a total of 55,000 members which means about a total of 60,000 total CRNAs in the United States 这边大概有90%的所有的麻户在美国呢 会加入麻户的专业学会 所以 这边有五万五千个呢 麻户学会的成员 那也代表的大概有七万名全美有七万名麻户 and in and from 2010 to 2020 the number increased by 33% 那而且这个是成长的趋势 大概成长了33% Also uniquely 41% of United States CRNAs are men compared to only 9% of total nurses 那在美国呢 护理人员里面只有9%是男性 但是呢 很特别的是 麻户职业的性别里面 41%呢 是男性 I believe this is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men across all of nurs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所以只有9%是男性呢 那又41%的麻户都男性 这代表着 其实男性的护理人员呢 对于这个麻户专业呢 是占很大的比例 The CRNAs who are in the profession are very satisfied in their careers The satisfaction level is about 89% reporting that they're satisfied or very satisfied with their role To compare 50% is considered to be a high number in the United States 那麻户的职业满意度是非常高的 加起来是89% 满意跟非常满意 那这跟一般相较只有50% 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满意度 CRNA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able to practice in every setting And in addition to that wide range of practice which is a very big satisfier They are also highly compensated because often they are working very independently Notice that there's no increase in money for the DMP degree The doctoral degree yet And that the average salary in U.S. dollars is around 200,000 which is approximately 5.5 million NTD per year 那在这边也分享一下 薪资的部分 那在这边也分享一下薪资的部分 麻户在美国 在各个场域 都是可以蛮独立的去做工作 那这因为在高风险 所以他们的这一些回馈 就是所谓的薪资报酬也很高 那这个合户台币 年收入大概550万左右 And while this is a high number It represents about one half to one third of the salary of an anesthesiologist in the United States 那这个平均数 当然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麻户 其实都是这个薪水 当然还有更高的 The last piece I want to cover before we have some discussion is some key literature All of this literature I will talk to you about is very well established and I will again go across time to give you an idea of how the safety record has been established 那最后的要分享的就是文献支持吗 或职业的安全性呢 那尤其呢 会告诉大家 这一些文献的重点在哪边 那是如何支持 The first case I'll talk about in the first paper is from 1934 Now the case is called the Dagmar Nelson case That was the name of the nurse anesthetist seen here on the right upper side 那首先分享的案例是回到1934年呢 那右边的这一个张图呢 就是这一位马虎 She had come to California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vide anesthesia for a surgeon and the surgeon was from the Mayo Clinic and she was recruited from the Mayo Clinic 那她到加州来职业 那是跟着一个外科医生 那是从Malco Clinic 到加州来的 The California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brought a suit saying that she was practicing medicine without a license 那当初她来到加州的时候呢 她们就提出了诉讼 加州的这个马英学会提到说 她呢 是在做一些医疗的行为 This went all the way to the California Supreme Court and Dagmar Nelson prevailed The court ruled she was not practicing medicine that when she was practicing anesthesia she was doing so as a nurse 那后来加州的法院才是呢 其实她呢 是在做一些有关麻糊 这一些给药的一些职业 而非在做医疗的行为 The second paper is from 2003 So I fast forward us by about 80 years and this paper used the Medicare data to look at the primary outcome of patient anesthesia related patient death and they were comparing the outcomes of CRNAs practicing independently with the outcomes of anesthesiologists plus CRNAs and the outcomes of anesthesiologists alone 那所以这一篇呢 最主要在比较呢 麻糊的职业安全 有关于给麻醉药的时候的死亡 那跟麻醉科医生呢 做一个参照 然后同时也是有麻糊加麻醉医生的协作 一个团队去做一个比较 And I'll notice that we see here the use of billing data because of the way the American health care system is funded and these authors used the Medicare billing data which is the U.S. national government program 那这一个数据呢 是来自于政府的这一个资金 然后上面呢也是一些有相关的专家做的一个研究 This next paper was published by Neederman and Minick in a health care quality journal Again, they looked at anesthesia providers the hospital resources and this time their population was not all patients it was maternal patients and they had access to more than 1 million Obstetrical patient records from 369 hospitals in 6 U.S. states 那有关于这篇文章呢 那它的特色呢是在于呢 它的族群不是全部 是有关于厂科的部分 那有一百多万个这一个厂科的病人呢 散布在369家医院 那做一个统整 And once again, no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maternal outcomes 那一样没有这个差异性 那一样没有这个差异性 就是在麻糊提供的这一些麻醉的品质呢 是一样好的 This 2010 paper by Deleason Cromwell Again, in health affairs a very high level U.S. journal looked at when nurse anesthetists were working without the supervision of a physician specifically an anesthesiologist what was the outcome and they found that there was no harm found when they had nurse anesthetists working alone 那当麻糊独立职业的时候呢 那这一篇在高 high ranking的 这一个杂志上被刊登呢 也是没有有这个 harm的情况呢 被发现 And again, they use the Medicare data because it's publicly available 那他们一样呢 是有关医疗的一个数据 因为其实这是开放的数据 This 2014 study out of the Cochrane Review which is a very well established systematic review system looking at the literature in evidence-based practice compared physician anesthetists versus non-physician providers mainly nurse anesthetists and found again no difference in outcomes 那考科兰呢 这一个组织呢 是专门做实证的 那在这个部分呢 它也做了一些文献的探究 那也是一样呢 麻糊提供相当好的 这个麻糊品质呢 跟这个麻糊相较上 是相当的 In 2016, Negrusa et al looked at the scope of practice expansion impact on outcomes in all of the states were nurse anesthetists and there are 17 states where they are practicing without supervision and have expanded practice and found again no difference in outcomes 那2016年呢 有17个州是不需要再监督下执行 那这一些数据的结果呢 一样是提供一样好的品质 Finally, in 2019, Hoyam and others found no difference in outcomes or safety in a meta-analysis of all the papers that have been published up to 2019 那2019年呢 也一样中整了很多的系统性文献呢 那最后呢 其实提供这两个 Provider呢 一个是麻糊 那一个是anesthesiologist 那提供的呢 是一样安全一样好的 And they note in this paper that most of the time nurse anesthetists and anesthesiologists work together in teams to the benefit of patients and that where they're not often any problems between the groups are mainly about politics 其实呢 麻糊跟麻衣一直是最好的伙伴 也是最好的团队 提供最好的麻糊照护的品质 那往往呢 问题是一些政略性的问题 I also did some work in this area working with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or RAND in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where we wondered what happens with anesthesiologists in those states where nurse anesthetists are allowed to practice with less supervision 那他也 张本身呢 也是麻糊专家 还有研究员 他也做了相关多的研究 来自这个RAND的一个经费 那他特别去做了一个 有关于麻糊呢 有在监督下或非监督下的一个状况 If you read the paper you will see tha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to physician practice There was a slight increase in salary and they worked more often in the operating room with anesthesia residents 那呢 在这样的一个研究呢 也产生了对麻糊一个很好的一个 benefit 就是呢 麻糊更有时间呢 在开刀房呢 指导麻糊的一些住院医师 也更有时间呢 在开刀房提供一些相关的照顾 I would not be complete if I did not talk about the impact of COVID on nurse anesthesia practice It has been significant 张本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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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mergence of the pandemic in January 2020 with the declaration in February of 2020 of a U.S. healthcare emergency changed how nurse anesthetists practiced 那他说在结束以前 如果没有提到这个新冠肺炎 这个COVID 是没有办法结束这一场演讲的 最主要呢 是在2020年的医院 还有这个 目前呢 急救这些病人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困境 尤其在2月3号呢 美国的这个有关于 相关急诊的照顾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声明 The big change was that as case levels rose We cancelled elective surgical cases And nurse anesthetists were asked to go help manage patients on COVID units and in ICUs Mainly to intubate and manage the ventilation 那麻糊呢 在这一场有关于流行这个冠状病毒COVID当中呢 他们已经被摘除限制 就是一定是选择性的手术在手术房 因为他们被希望呢 来到COVID的专责病房 来到COVID的ICU去提供插管 还有提供呼吸器的相关照顾 And where there were restrictions to practice They were lifted And there has been ongoing recognition Of nurse anesthetists' ability to practice safely And that they have great value 那这一项限制呢 松绑了之后呢 也提到呢 麻糊呢 在美国在pandemic之下呢 提供了非常好的照顾 Just to summarize a few things that I said CRNAs have a long record of providing safe high quality care More than 160 years in the U.S. 再来接下几个重点呢 有关于以上的演讲 第一个就是麻糊呢 有超过160年的历史在美国 提供安全高品质的照顾 CRNAs practice in every setting Including the U.S. military And anesthesia care today Is at least 50 times safer than in the 1980s When I trained 那在下面两个重要的事项呢 在美国麻糊可以在任何的地方职业呢 包含军队里 I talked about some of the papers That document safety of CRNA care Both with and without physician supervision 那有关呢 在过去1980年代 刚才还没翻到 就是50倍的更安全性呢 是被看见的 然后有关于相关的这些文件呢 在在的证明呢 支持刚才所讲的 即使在没有监督之下 And as I noted All CRNA education will be doctoral starting in 2022 然后就如刚才阐述的 在2022年之后呢 全部的麻糊在美国 都必须要到博士的层级 And here is my email So if you have questions Or wish any of these papers I am happy to send them to you 那接下来下面呢 这个是John本人的email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需要刚才文献的Fotex 跟相关的资料 都可以email他索取 很感谢Dr.Odano 他提供了这个美国优越的一个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知道美国跟台湾 其实不管在教育上还有法律上 都有相当大的不同 但我觉得值得我们借近的就是 他们的一个麻醉的一个照护指标 所以我想请问Dr.Odano 就是有关于美国的麻醉护理 是怎么样制定他们的一个照护品质指标 那这些指标呢 是不是有被美国政府 以及医疗的一个给付系统所认可 谢谢 谢谢 President Tsai asked a question to John 是 about that First of all, she talked about the scope of practice and the setting and the law and regulation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However, we can still learn about the quality indicator. About the quality indicator, she wanted to learn how to identify what kind of nurse and the quality indicator is appropriate and how to set up the indicator. And also this indicator have been proof or use. how to be used by the government or insurance such as how could the nurse and the they think that the reimbursement. Right. Okay. So there are that there are a few questions there and I'll try to answer them. one at a time. The first question I'll answer is reimbursement. So in the United States, nurse anesthetists have the right to bill insurance carriers independently or with an anesthesiologist. And so when they when they finish the care of the patient, then they document exactly what they did, what kind of anesthesia for how long and special parts of the case, like the position of the patient and how how sick they are. And then that bill goes in and there's a model for how the the billing gets divided between the nurse and the doctor. And so it depends on the insurance. And as I said, it's the insurance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plex. That is related to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approved or the third kind of insurance company. According to this part, there are two ways. One is to self-register and one is to do a partnership with a doctor. That is to put the real work in the book. Now, from a quality indicator standpoint, I would say there are quality indicators and then there are big outcome indicators that could also be used to determine quality. And the big outcome indicators are usually mortality and the mortality is calculated by total number of patients and then morbidities. So there are known complications to all anesthetics and especially complications to anesthetics with patients who are very sick versus patients who are very healthy. And the papers that I showed you, The indicators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are those big ones. Mortality rates of patients and then major morbidity. Things like things like injury after a regional anesthetic or maybe some sort of airway complication during a big general anesthetic case. 那刚才讲到的就是有关他分享的这个文献里面讲提到的就是所谓的 outcome indicator. 就是这一些照顾结果的評量的一个指标呢就包含比如说比较大的死亡率. 就包含了其实有关共存疾病产生的一些副作用或是称作injury. 或者是有关于合并症,例如插管的合并症,那这个就是属于比较大的一些数据。 那有关于指标的设定呢? 还有刚才就是我提到的smart,具体的第一个字specific。 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skip,S-C-I-P,那它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手术呢,过程中流程的一个改善跟照护的改善,这就是属于这一个方面的界定。 And examples of skip indicators are the temperature of the patient when they get to the recovery room. 那例如呢,skip的这一个例子呢,就是比如说病人的体温呢,在从开刀房到恢复室的时候它的体温。 The timing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antibiotic before the incision。 那再来呢,就是注射这个预防性抗生素的时机点。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rrect antibiotic for the correct patient population and for the surgical procedure。 那他们会去查核呢,对的抗生素用在对的病人及对的手术术室。 The speed of patient's recovery from the anesthetic and their ability to be discharged either to the floor or to home as appropriate。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时效跟速度。 那病人恢复的速度跟时效上呢,他呢,可不可以从恢复室呢,离开到病房,或是正式从恢复室离开回家。 And of course, a very important one is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their anesthesia care。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that because we are all competing for pati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as a quality indicator。 那另外一个下面提到很重要的一样是病人的满意度。 因为这在美国是非常重要的,他对于麻醉照护的满意度。 I hope that answered the questions I was asked. At least to start, that is a very complicated question. 谢谢慧如提到的问题。 希望有回答到杨理事长的这个提问。 因为是有一点小复杂的问题。 感谢 Dr. McDonald,我想他的回答相当的精辟。 那也可以为我们未来台湾的麻醉护理的发展做一些提点。 谢谢。 Yeah, thank you. I got the answer. And I think based on your answer, then we know some future vision for the nurse anesthetic. Dr. Tung, I see a couple of other questions in front of me. One is, do I suggest the nurse anesthetist in Taiwan obtain the doctoral degree? 我想请教一下第一个提问的意思就是说,有关于麻醉的这些受训是不是要提升到博士层级的DMP level? 这个英文的他应该可以理解。 那我想请问主办单位是现在John就做一个回应吗? And my answer is no. I think it should be step by step by step by step. First step, having a strong educational curriculum with a master's degree. And it was very very successful in the United States. 那他刚刚已经回答了,也有用中文讲。 他的回应是不要一步登天到博士层级是不需要的,很清楚是不需要的。 那他用的中文是一步一步一步,先架构好这个教育的curriculum,课程的框架。 那先到硕士层级,再慢慢地往博士层级,先一步一步地有这个标准。 And I say this because, not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 doctoral degree is good, but it is a very painful transition and takes many more resources. So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 quality of your current programs. And making sure they are what you want. And then maybe as a future goal, the doctoral degree, if that is something that you think is important. 那他这样子的回应不表示他是反对博士层级的麻护。 重点是他认为呢,品质是最重要的。 我们应该在现在的框架下,先把我们的受训跟训练的品质提升。 那或许不管是未来延伸的进阶教育或是到博士层级, 这都是可以讨论的空间。 谢谢大家的一个主持。 Thanks for Professor Deng. Excellent talk. And also thanks for all the speakers and the moderator. We have a very wonderful session this morning. Welcome to join the THQA session in the future. Thanks all. Bye bye for today. Thank you. Bye.